我们一共介绍了三种的高斯定律 第一种就是电厂的高斯定律 它是跟高斯面里面所包含的所有的电荷的净值有关 那这个Enclosed Q 这个Q是代表什么Q呢 代表Free Charge 自由电荷 如果有借电值的话呢 它还包括极化电荷 那将来我们还会讲这个磁化的时候 物质被磁化的时候 它会有表面电荷等等 那都包括在里面 所有的电荷都包括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电荷 第二种是极化电荷 极化强度的高斯定律 这个是极化强度 这个定义一定要记住 它等于什么东西要记住 那它跟什么有关呢 只跟这个高斯面里头 所含有的Volume Charge 的副值有关 就是说你这个高斯面里所包的体积里面的电荷的净值 如果是正五库仑 那么它就是负五库仑 因为这个实际上跟什么有关呢 跟表面计划电荷量有关 那表面电荷如果 表面电荷跟这个正好是相等 跟体积计划电荷的复制 就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第三种是电位仪的高斯定律 那么它跟什么有关呢 跟自由电荷 跟自由电荷就是高斯面里面 所含有的自由电荷的净值有关 那么我们上一次讲过 这三种怎么用法呢 比如说这种我们以前不是用得很好吗 可是我们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在free space 就是没有戒电值的空间 我们有一个例子说 有个同学问我 我们有一个例子说 一个戒电值球里面 如果有均匀的电荷分布的话 那那个时候我们求外来一点的电厂 也是用这个啊 那为什么可以呢 我等一等回答你们 那么我们立刻就有一个例题告诉你 为什么那种状况可以用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解释这个 polarization跟电场的关系是这个 定义一定要记住 你要靠多做题目来记它 电位仪 它的定义是这个 最后我们可以画成这种形式 这个跟这种形式 这个卡帕 卡帕就称它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某物质的界电常数 一个称为这个物质的相对电容率 这个名字比较响亮 通常我们都使用这个名字 然后Y 就叫做电容率 这个是真空里的电容率 这个是相对电容率 就是相对电容率 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很重要 它说明了很多的事情 那书上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呢 跟各位介绍一下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同心的导体球壳 这是同心的导体球壳 内当中呢 有界电值 有界电值 充填在当中 外面这个 里面这个半径是RA 外面这个半径是RB 请同学不要讲话 绝对不要讲话 那么 这个界电值呢 它的界电常数是Kappa1 用Kappa1 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电容器的电容是什么 界电值里头 界电值里面 界电值它有内表面 有外表面 这个叫做内表面 就是这个界电值 跟内导体交界的这个表面 我们称它叫做内表面 那么界电值跟外导体交界的表面 我们称它叫做外表面 它的表面集化电荷是什么 Surface 是Surface Charge 然后界电值里头的总集化电荷是多少 现在我们要怎么解这个问题呢 首先它不是要我们求电容吗 那你就想到电荷的定义 电荷就是这个定义 就是这个电容器 它所带电量的绝对值 被两个导体之间的电位差来除 这个来比 这个比值就叫做电容 我们要用这个定义来求电容 那你用定义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说 其实这个QF 起初可以不给你 就说这个系统 就是两个导体之间有绝缘材料 它就叫电容器 它就有电容 这QF存不存在没有关系 起初我们说它不存在 但是你现在要用这个定义来求电容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QF 必须要有表面电荷 那我们就假设 它内导体上面带QF的电量 外导体带负QF的电量 然后这个V是什么呢 V就是这两个导体带这种电量以后 它们之间的电位差是什么 Voltage是什么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假设 内外导体分别带有正QF与负QF的自由电荷 然后呢 我们就要求电位差 电位差要用求的 你可以假设一个来求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假设V来求QF 但是你不能两个都假设 我又假设QF多少又假设V是多少 那你干脆假设C不是更方便 对不对 那我们不能这么做 现在我们假设Q了 那我就求电位差 电位差怎么求呢 用电场来求 电场来求 就是两个表面之间的电场的限积分 这个式子要写出来 你要用什么式子球电压 你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然后你要用这个式子球电压 你必须要知道RARB之间的电场是什么 对不对 你才能够带到这个式子球电位差呀 那这个电场怎么求呢 你看电场 这个区域正好落在界电值的区域 所以我们知道 电场啊 就是电场的高斯定律啊 不能用 不能用 严格的说起来就是不能用 那么不能用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因为不能用的原因就是说 这个界电值 它被这个电场极化以后 因为有电场嘛 所以它会被极化嘛 它有表面电荷密度 也有体积电荷密度 那就有电荷啊 那你这个电荷是多少不知道啊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呢 我要等到我电场球出来才知道啊 所以 不能 不知道这个 极化电荷的情况 我们就不能用电场的高斯定律 来求电场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球呢 有electric displacement的高斯定律 它只跟什么有关呢 只跟free charge有关 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要先求d 那d跟d求出来 你就知道e 那d跟e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假定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界电值 简单的 简单界电值 我们刚刚上一张投影片秀过 d跟e就有这个关系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看他一样 它的界电常数啊 就是说 这个e呢 可以从这个d求出来 那这个d怎么求呢 d往去用高斯定律 OK 这个几个式子 ABCD 这四个式子 我们现在用高斯 用电位移的高斯定律来做了 决定啊 先做这个 你怎么样子做这个高斯定律啊 我们说过高斯定律在什么情况之下才能用啊 就是电荷有某些对称分布的时候 对不对 它对称分布使得这个表面高斯面表面的电场 在这里就是电位移 它有某些特性让这个积分很好积分 好 那你现在要取什么样的高斯面呢 因为它这是球状对称 QF分布在表面上 球状对称 那我们就取半径为R R是这个R 介于RA跟RB之间的同心球面 为高斯面 你取了高斯面干什么呀 因为这个electric displacement 跟这个面积基数 都是在高斯面上面啊 你要我们这么取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的electric displacement 跟这个DA有某些特性 让这个积分很好积分 那你现在就要讲 这个高斯面上面的electric displacement 这有什么样的特性啊 要说明 这个上面 D等于定值 就是说 你在这个面上面 不管你向里面看 还是向外面看 它的电荷分布 每一点看起来 每一点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因此在这个面上面的 所有位置的electric displacement 是定值 而且呢 由这个电荷对称的关系 我们知道 这一点的电位移 一定是圆着半径的方向 因为 你这里可以 这里 可以找到一个电荷基数 产生电位移 在这里也可以找到 对称的位置 可以找到 相同一模一样的电荷基数 在这个方向产生电位移 两个的核相量就是D 那么 我们现在要取DA DA就是在这个面上面取了 这个是球面呢 球面取一个DA 一定是在R的方向 对不对 R univector的方向 那么于是 我们知道 DA跟electric displacement 就是平行的关系 那么这些特性都找出来了 我们就把这些特性 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那我们先看它的左边 左边是这个 因为D跟DA平行 所以我可以把 这个式子写成纯量 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个cos 零度 那就是E 对不对 好 Electric displacement 它是常数 跟位置没有关系 所以我可以提到这个 积分号的外面来 那这个就是 整个高四面 全部的面积 就是4πR平方 好 左边求出来了 那右端是QF encroached 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 高四面里头所包的电量 就是全部的正QF 左端也求出来了 右端也求出来了 带到这个里面去 就是左端等于右端 从这里我们解除D来 然后再带回向量式 这就是Electric displacement 这个求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 就是上面写的C式 得到电厂 电厂就求出来了 电厂求出来以后 我们就带到B式 这个式子里面去 带到这里 求电位差 电位差就求出来 这个因为我们做过太多次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出来 定位差就是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带到A式里面去 C等于QF over V 把这个都搬过来 就变成这个 这个整理一下 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的capacitance 就是这个程序 这个程序你一定要好好学 好好学 OK 凡是不按这个程序去学的 最后你什么叫高斯低律 你都不知道了 那么我们看上面这个例子 同心球壳 就是刚刚球壳 用空气绝缘的结果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一般的那个同心球壳电容器 用空气绝缘的 我们有例子 就是四三中门 讲过 我们得到电场是这个 电位差是这个 电容是这个 但是一个零的 就代表是 两个同心球壳当中 用空气绝缘 所产生的电场 电位差跟电容器 那现在我们这个 第四个例子里面 用界电子 用界电子常数 为kappa1的界电子绝缘的结果 得到的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比较看看 有什么不一样啊 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差在哪里啊 就差在这个分母的 y0 空气绝缘的 这里用y0 然后用界电子绝缘的呢 你就在y0的旁边 乘上一个kappa1 这个也是一样啊 你看 这个是y0 在它旁边乘kappa1 这里呢 是y0 现在有界电子的话 就是这里乘以为kappa1 这个e漏掉了 kappa1 比较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么 我们呢 从这个结果里头 就得到一个结论 e等于什么 e就等于10被kappa1来出 对不对 voltage v 就是等于v0被kappa1来出 那capacitance呢 是等于capacitance c0 乘上kappa1 kappa1是大于1的东西哦 大于1的常数 那么 因此 电容器里面 有界电子绝缘的时候 电厂跟电位差 比空气绝缘的时候 要来的小 但是电容却是比较大 电容比空气绝缘的时候 要来的大 ok 像这种比较 你只要把它记在心里 有这么 这是一个尝试啊 你要多多做题目 要用到这个东西 把它记住 现在 我们 电容求出来了 就是这个 那我们要求什么呢 求极化表面电荷 跟极化 体积电荷 那么 你要求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 那我们就把这个 定义写出来 你看我们 我们说如果有界电子的话 它被极化才会产生 极化电荷 对不对 那极化电荷密度是等于 polarization dot 就是这个界电子表面的方向 单位 单位向量 垂直的 normal方向的单位向量 你要用这个 那你一定要先求P啊 对不对 polarization polarization等于什么呢 这个界电子里头的polarization 我们不是有这个式子吗 那卡巴一呢 开一是等于 卡巴一减一 因为卡巴一是等于一加开一 这个关系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电厂 电厂带到这个里头来 你看这个带进来的话 Epsilon约掉了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就是polarization 有了polarization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式子来求 sigma b 把这个带到这里来 就变成这样子 OK 是R univector dot n univector n就是表面的垂直方向的一个单位向量 要看你表面是什么样子的表面 它跟R有什么关系而定 好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在RA的表面 内表面 内表面也有计划电荷密度啊 在内表面里面呢 R univector就是向外了 n呢 你在这个地方的n朝哪里啊 我们看这里的n好了 这是界电子 n就是界电子以外哦 这个也算界电子的外面 这个也算界电子的外面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你的外面就是这里 Fu are univector 所以前面那个R univector dot fu are univector 就是Fu的 那么这个 就是内表面的 表面激化 激化表面电荷 所以那么 这个表面的激化电荷 这是激化电荷密度啦 那激化电荷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这个表面上有多少的激化电荷啊 那就要SigmaB乘DA DA就是我这里取一个小小的面积激素啊 那你这个时候是R等于RA的时候 就是这个状况 积分 因为这个你看RA是个常数啊 这都是常数我可以把它提出来 这个这个当做常数提出来 就积分 这个DA 这个封闭面的 这个封闭面的积分就是4πRA平方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带到这里 乘上这个 就变成这个 所以内表面的激化电荷是这么大 总激化电荷啊 这RB是外表面 外表面呢 它的N是R 这个表面的N是朝外 朝外 所以R.R R.N就是R.R等于1啊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也是 可以激化表面电荷 在这个上面的激化表面电荷 也是带这个式子 不过R.R等于RB 好 那就是这个 数字 这是常数提出来啊 成长4πRB平方是等于这个 你看这两个 正负号 相反之外 大小都一样啊 就说这里有负的这么多的激化电荷 外表面就有正的这么多激化电荷 然后总激化表面电荷呢 就是等于这个加起来啊 这个上面的总表面激化电荷 跟R等于RB的表面激化电荷 加起来是零 那就表示它 里头的Volum charge 激化电荷就是 激化的 总体积电荷也是零啊 因为体积电荷跟 Surface charge 是什么 是 大小相等 符号相反 所以介电值 内置总激化电荷 就是这个 Morum charge 那等于这个的负值 就是零 就是零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 那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就说假如我们这个界电值是线性的 是简单的界电值 那么 那么 它被这个 球面上的电荷是均匀分布的话 它说激化的时候啊 它总激化电荷是零 外表面激化电荷 跟内表面的 表面激化电荷正好大小相当 符号相反是零 总激化体积电荷也是零啊 是零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回答你 为什么我们前面讲 界电值球里面 有自由电荷均匀分布的时候 你要求外面这一点的电场 或者里头一点的电场 可以用电场的高尸定律 严格说起来是不可以用 它还是要用Electric Displacement的高尸定律 可是Electric Displacement的高尸定律 它的Q啊 你用电场好了 就是电场 你用电场的高尸定律里面不是有个Q吗 Q and Close Q and Close是代表什么 代表所有的高尸面里头的自由电荷的总净值 它有极化电荷的净值 它有极化电荷的净值 那你在随便拿一点 你这一点是Free Space 这里没有界电池 外面你看 外面的电荷 不管是极化电荷还是自由电荷 外面有自由电荷 就是说它把自由电荷在这里了 这里都有极化电荷了 极化电荷 因为这是军民分布 所以这都是军民分布 外面都不管了 高尸定律是对称性才能用 里头呢 这个是Free Space 所以它只有Free Charge 当然可以用 这里呢 这里它的Q等于 这个Q 还要加上 这个表面上面 这个表面上面的极化电荷 表面电荷 这个极化表面电荷是一个负值 它不是零 所以你在这里做一个高尸面的话 高尸面的话 它里头的电荷有自由电荷 有极化电荷 极化电荷多少你不知道 严格的说不能用 但是如果你这个借电值是线性的 是简单的借电值 不管你这个电荷是多少 你产生的总极化电荷量是多少 量是多少 但是量是 不管你的量是多少 那我们知道呢 如果你高尸面做到这里的话 这个加起来一定是零 这个也是零 所以这里不能用 这里因为有极化电荷密度 这里又可以用了 因为这里有两个表面 这个带正电 正的极化电荷 负的极化表面电荷 加起来是零 Volume Charge也是零 那只剩下什么 Free Charge 所以也可以用 这个地方就不能用了 因为这个地方又多了一层这个表面 这个表面上有什么 有表面极化电荷是负的 不能用 这里又可以用了 你在这里做高尸面的话 不管你产生极化电荷密度是多少 里头的极化电荷加起来就是零 OK 回去你好好地揣摩揣摩 你学习东西不是说老师讲什么 你听进去你就会了 不是这样子 那叫填鸭 填鸭式 你听了回去 一定要去思考 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那这个问题你要误出来 要把它解决 直接要把它解决 所以我们要讲一个误 就是觉悟的悟 要把它想出来 OK 好 现在我们看戒电子的效应 戒电子的效应 那你们书上面 我刚刚讲那一部分 你们书上面没有 以前有了 现在都删掉了 删掉太可惜了 很多观念都没有了 所以我还是讲一山还是讲 现在讲这个书上面就有 戒电子的效应 比如说我们这两个导体 导体板 我们当作无限大 其实它是有限 因为这个距离很小 所以我们好像把它当作无限一样 这个带正电荷 这个带等量的负电荷 当中就有电位差 也有电场 这个时候电场 因为你这个当中用空气绝缘 所以电场就是E0 电位差就是V0 OK 等到我们这个里头 这个东间 插上一片 借电值的话 它的借电层数是kappa1 它这个变掉了 变什么呢 就是说 你这个借电值 就是被这个电荷跟这个电荷 产生的电场极化 对不对 极化以后 这个表面就有极化电荷 附的 这个表面就有正的极化电荷 我们等等会 我们等等会 证明给你看 极化电荷的总量 一定比原来这个 自由电荷 产生 产生电厂的这个 自由电荷的量 要小 好 那么这个时候你看 这里有负电荷分布 计化电荷 这有正的 那么它里头的电厂 由正到负 这里 这里可以画电力线 正到负画电力线 这里就少了一条 这个地方由正到负 正到负 这就是一直画过去 应该是一直画过去了 所以它的电力线的数目 比较少了 这个电力线 比较多了 对不对 这个电力线比较多了 好 我们这个时候就测量 量出来 有界电值的时候 它的电位差 要比空气绝缘的时候 要来得大 这完全由实验 就是说 由实验的观点来看 那么 真空绝缘的时候 它电容器的电容 是等于这个 QF over V0 就是 这个绝对值 被这个电位差来除 那这个 这个地方的 电容呢 就是 绝对值 这个 Q一定要用自由电荷 你不能包含这个东西 自由电荷 还是一样 但是 电位差呢 变小了 因为 电位差 这个时候呢 变小了 就等于量 这个电位差变小了 这个用QF跟V 的比值来看 所以 V 因为V V 大于V 所以 C 大于C 0 那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个 这个比这个大 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 U 界电值 存在的时候的电容 被空气 或者真空绝缘的时候的电容 比一比 这个值就叫做界电常数 其实这个值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CAPAE 一模一样的 它是大于E的东西 大于E的东西 于是 我们知道 C等于CAPAE 乘C0 V等于V0 OVER CAPAE E E 是等于V0 OVER CAPAE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 有这些值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CAPAE 就成为界电值的界电常数 界电常数 OK 那就是我们书上讲 完全由实验的观点来看的 好 现在我们看 界电值中的高斯定律 假如 我们这个 两个基板当中是空气绝缘 那么它的正负电荷 因为这个 一个带正的一个带负电 所以它互相吸引的结果 这个电荷都分布在这个边缘 内侧 导体的内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个高斯面 这个 这个虚线 封闭面 就是高斯面 高斯面 OK 那这个电场 10 我们可以 用这个来做 这个涂串面 你把这个高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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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个高斯面的总电通量 总电通量 它是等于什么 因为 这里是正电 这里是负电 这里没有电场 这里也没有电场 这个电场是 所以 这个高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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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于 qf over y0 0 a qf 又等于 sigmaf x a sigmaf x a 跟a 这个约 所以就变成这个 好 这个图来看 你摆一个戒电子以后 它这里有极化电荷 这个地方呢 也有极化电荷 好 那你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这画得很开 其实我们把这个 这个画得很接近它的时候 那等于这两个都靠在一起了 这个这个 距离啊 贴在一起 我们为了看得清楚 起先划开一点 好 那么它 里头的 电场呢 就只剩下 这个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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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了 减少了 它是等于 1 over a 好 这个高斯面里头 所包含的 电量是什么呢 有 自由电荷 有极化电荷 这个 极化电荷是负的 所以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电场呢 就等于把a 搬到这里来 变成这个 这个变成sigmaf乘a 变成sigmaf乘a 变成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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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这个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 看出来 这个 电荷密度 变少了 所以这个 电场变小了 对不对 这两个相处 就是得 就是我们把 10 over 1 等于 kappa1 大于1的数字 这个就用1 等于10 over kappa1 我们就得 得 这个 就是说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个值 1 等于10 被kappa1 来出 就成了kappa1 来出 那么就是说 这个是等于 这个 1就是这个 10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10是这个 被kappa1来出 我们就得 从这里 可以得到 qb 跟sigma b 就是说 你这个 界电值 在这个 电容器里面 被极化以后 它的 极化电荷 跟自由电荷 比较起来 比较小了 因为kappa1 是大于1的东西 但是 表面 极化电荷密度 也变小了 这个 这个要稍微 记一下 记一下 OK 那么上面有这么一个数字 对不对 qb 这个 还有这个 刚刚也秀过了 上次显示 极化电荷qb 以qf小 根据以上演算的结果 电阶值的高速地率 可以写成这个形态 所以你看 if 电厂.da的 封闭面积分 要等于q 要等于这个 等于 我们把这个 本来是 本来是等于q 这个 就是全部的q 自由电荷 加上 计划电荷 这是负的 被 ε0 来除 OK 好 那么 qb 跟qf 又有这个 关系 有这个 关系 我们把这个 带进来 就得 这样的一个 就得 qf 被 kappa1 ε0 来除 就是这个 里头是包含什么 所有的 电荷 极化电荷也算 自由电荷也算 但是到了这个式子 它只有自由电荷 然后我们把 kappa1 乘ε0 等于ε来代替的话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你把这个式子 沉过来 我们已经 已经结束了 我再修一下 这个就是有 极化电荷 这就是有界电值存在的时候 它的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我们是用Electric Displacement 来带 你看你把ε0 存到这里来 这不就Electric Displacement 呢 它是等于什么 等于高斯面里的 所含有的自由电荷密度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这样表示 那么一般在Free Space里面 这个要用ε0 如果在界电值里面 这个要用ε 就是用这个界电值的电容率 OK 以上这个是书上面 你们书上面现在讲的 我们这一章就到此结束 就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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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